今天要为你介绍的书是《徐霞课》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我们习惯的解释是 理工科和文科相比 它的实用性更强 或许这句话还有另外一个隐憾的意思 我们之所以这么强调理工科 也可能是因为古人太过于偏重文科类的知识 就比如说 中国现存最大的从书四库全书中 经史籍都是文史者一类的文科知识 理工科知识只是在子部中占有少量的篇幅 而到了近代 科技水平的落后 不仅导致中国的经济发展停滞 而且遭到西方列强的侵略压迫 由于这段历史 后来的中国人便格外重视 实用性更强的理工科 不过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 有一段时期 人们对于科学技术的性质很高 这就是明朝中后期 衡量科技水平高低有一个标准 就是是否形成系统的研究著述 在17世纪前后不到200年间 中国涌现出许多的科技著作 比如李时珍的中医学名著《本草纲目》 宋颖星的科技著作《天公开悟》 徐光启的农学著作《农政全书》 以及方译制的《物理小时》 陈大卫的《算法踪踪》 《无有性的温义论》 《毛园仪》的《兵器著作》《五倍智》 还有我们今天要讲的《徐侠客游记》 这些成绩与之前的元朝明朝前期相比 以及后来的清朝相比 都是非常耀眼的 你可能会有疑问 《徐侠客游记》不是一部旅行笔记吗 为什么也要归入科技著作呢 还有 为什么在明代中后期 中国的科学技术方面 取得那么多显著的成就呢 今天这本《徐侠客》会给你答案 本书作者是已故的 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侯仁志先生 他生前曾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 而且是中国科学院院士 今天这本书 不仅是一部历史人物传记 还是一部科学时的普及读物 侯仙人认为 人们一旦提到徐侠客 总会跟旅游联系在一起 其实他们最重要的贡献 是在地理学方面 比如他是世界上 最早观察记录 石灰岩地貌的人 而且在徐侠客的时代 有很多人像他一样 投身于科学领域 这成为中国古代历史上的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接下来呢 我们分三个部分来介绍徐侠客 第一部分 我们重新认识一下 徐侠客的旅行家身份 为什么他要把一生的时间 都放在旅行上呢 第二部分 我们再看作为地理学家的徐侠客 同样是旅游 为什么徐侠客 能取得那么多的科学成就呢 第三部分 我们了解一下徐侠客的时代 为什么在明朝中后期 有那么多人 投身科学试验呢 好 我们先来看 作为旅行家的徐侠客 徐侠客身上 其实有一个看起来 挺矛盾的地方 这就是他的名字 和他的行为 侠客 其实并不是他正式的名字 他的真名是 红族 侠客是他的号 他的祖上都是读书人 就像他的名字 红族一样 当他出生的时候 家族也赋予了他 光宗耀祖的希望 但是他最终却选择 用一生的时间去游历山河 为什么徐侠客 要做出这样一个 离经叛道的选择呢 我们走进 徐侠客的第一个身份 旅行家 他之所以能够在那个时代 特立独行地成为一名旅行家 源自三个要素 父亲的榜样 游记书籍的熏陶 以及母亲的支持 徐侠客出生在今天 江苏省江英市的一个富庶之家 他的祖上都是读书人 就拿高祖父徐经来说 徐经家中有很多藏书 其中有很多是在兵荒马乱的 宋元两代幸存下来的古文献 由于这样便利的条件 他二十多岁就通过了相识 中了举人 徐经的文人朋友中 有一个关系非常好 他叫唐义 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才子唐伯虎 不过徐经后来因为科考的事情 做过劳 之后呢 就闭门潜心读书 成为了纯粹的读书人 到徐侠客的父亲 徐尤勉这一辈 家底已经不如之前那样英诗了 但经过徐尤勉夫妇的艰苦创业 家道得以忠心 这个时候啊 有人就跟徐尤勉说 你应该拿钱买个官 但徐尤勉呢 更喜欢田园生活 于是断然拒绝了 据说啊 一次有两个做官的人 来访问徐尤勉 徐尤勉听到消息后 躲进了竹林里 避而不见 随后啊 竟然乘着小船游太湖去了 还有一次 徐尤勉跟朋友说 我看我的二儿子红祖 就继承了我的志趣 我就不希望他大富大贵 你看 徐侠客的父亲 不仅自己不愿意当官 而且也不希望 儿子追求功名利路 那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 徐侠客小时候 常常登山潜水 他也很喜欢读书 但是呢 并不以应试为目标 他最喜欢读的书 并不是圣人经典 而是山海途经那些冷门书 这导致他 十多岁参加童子式的时候 没有能够通过 这个时候 他不仅没有灰心 反倒彻底与科举告别 偷奔山水之间 我们都听过一句话 叫父母在不远游 当然 这里的游 并不是指游玩 而是与人交往的意思 这句话是说 子女应该孝敬父母 不应该丢下父母 去太远的地方打聘 我们再看徐侠客 他不仅远游 而且他的游 还真的就是游玩 那徐侠客的母亲 是什么态度呢 我们不得不佩服徐母的开明 他其实是成就徐侠客的背后英雄 徐母出生在一个书香门地 聪明 勤奋 后来呢 嫁到了徐家 生下了徐侠客 儿子在小的时候不好好读书 徐母并没有苛责他不用工学习 而是引导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19岁那年 徐侠客的父亲去世了 徐侠客在家扶桑三年 在那个时代 其实徐侠客不妨来个浪子回头 当初他没有按部就班求取公民 现在父亲去世 母亲孤身一人 那他以后就不要再四处闲逛 好好阅读圣贤书籍 求个公民 然后赡养好老母亲 但是徐侠客 很想实现他幼年时的愿望 却又惦记家中老母 正当他犹豫不决的时候 母亲说 身为男子 应该志在四方 人们常说 父母在不远游 这句话 其实还有后半句 叫游必有方 也就是说 只要计算好路途的远近 时间的长短 能够如期返回就可以了 怎么能够为了母亲的缘故 留在家里 就像被圈养在篱笆里的小鸡 套在车园上的马呢 而且啊 徐侠还亲手为儿子整理行装 甚至有人说 为了鼓励儿子远游 母亲特意为他 他制作了一顶帽子 叫做远游关 从此 徐侠客带着母亲的 激励和叮嘱 一次又一次出发 然后定向而往 如期而发 一方面实现幼年的愿望 另一方面 遵循于母亲的约定 这是他坚守孝道的方式 不过 毕竟老母在堂 徐侠客早年的出游时间都比较短 选择的地方呢 打坐交通便利 以便能够如期回家 每次游历回来 他还要把异地风光和旅途建文 一五一十地讲给母亲听 后来 母亲年事见高 徐侠客打算放弃出游的计划 母亲知道后又跟他说 我虽然年纪大了 但是饭量还很好 身体也很结实 你不用惦记我 你不信 我还可以在外面游历一番呢 其实啊 徐侠客这个时候已经八十岁了 这个岁数 放在今天也是高手 但是徐侠客的母亲竟然真的叫儿子陪他一同出行 而且一路上都走在他儿子前面 全程不示茹 除了对徐侠客的鼓励 母亲留给他最大的一个影响是 不迷信 母亲非常讨厌谈论鬼神 得益于这一点 母亲离世之后 徐侠客一次次的大胆踏入了无人之境 你或许说 在古代应该不乏这样的人吧 但是啊 能够像徐侠客一样一生只从事这一件事 那就非常难得了 徐侠客作为一个旅行家 他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健游 另一个是善游 我们先说健游 也就是走的地方多 速度快 耐力好 徐侠客从二十多岁开始 一直到他五十多岁去时 他几乎每年都出门 他是江苏人 但是他最远去到过云南贵州这些西南部地区 而且他很多时候是忽南忽北风尘仆仆 有一年他刚刚游历完福建和广东 第二年就北上惊失 第三年再次南下游历福建 还有一年 夏秋之际的他还徘徊在山西北部的五台山和恒山一带 秋后回了一趟假 马上就又赶到了福建的漳州 是不是他要趁着自己年轻多跑跑 因为老了就跑不动了呢 其实他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次旅行 是在五十岁的时候开始的 那年九月 他离开家乡前往浙江 十月份的时候进入到江西 第二年正月到了湖南 三月又进入广西 到第三年的三月 他从广西进入贵州 五月又赶去了云南 然后往返于云贵边界地区 到第四年的四月 他到达了今天 云南的腾冲 腾冲位于我国版图的西南角 继续向西走 就是缅甸了 这也是徐霞克西游最远的地方 其实啊 他原本还打算继续前往缅甸 结果被当地人再三劝阻 这才做罢 到第二年的六月 他返回家乡 结束了这场长达四年的旅行 这是他人生中路途最远的旅行 也是最后一次旅行 其实他在返回途中就已经染病 回家半年后就去世了 享年五十四岁 能去这么多的地方 既说明他体力好 也能看出他胆子一定很大 在他的邮寄里 总能看到很多惊险的桥段 一次他到了广西柳州 一个叫针仙岩的岩洞 他看到一段蟒蛇的身体 但是看不到蛇头 也看不到蛇尾 在那样一个幽暗封闭的环境中 换别人早就腿软了 但是他却若无其事 抬腿迈过大蛇 进入了洞中 还有一次 他走过一个洞峭的山口 站在这里 可以听到山剑中激流飞荡 由于道路很窄 他便在崖壁上 找了许多小孔 然后用脚趾踩着这些小孔 身子紧贴着崖壁走了过去 只是读这些文字 都让人心惊胆战 徐侠克三十多年的游历生涯中 足迹踏遍了华东 华北 华南沿海和西南山区 现在人们经常把 喜爱户外运动的人 称为驴友 徐侠克也就被很多人 当作是驴友的鼻祖 甚至还有人把它称作是游胜 如果只是走得远走得多 徐侠克并不足以成为游胜 他能成为游胜 还有第二个原因 就是善游 也就是游历有方法 成就多 游历的最大目的 或许并不是为了走路健身 而是要实地感受不同的 自然风光和民俗民情 为了便于实地观察 徐侠克从来都是 徒步跋涉 绝不起 需要度过江河湖泊的时候 才短暂地成船 他虽然有个仆人 但是常常把仆人甩在身后 孤身挺进 有的时候 他为了赶路 甚至亲自背着行李前进 晚年 他和一位叫静文的和尚 一起出游 静文和尚不幸在广西病逝 结果呢 徐侠克就背着静文和尚的尸身 从广西一路走到了 云南大理的鸡足山 才下葬 徐侠克除了喜欢徒步旅行 他还非常喜欢探索无人之间 去了陌生的地方 他常常找和尚 道士 农夫 牧童 渔民 猎户担任向导 正因为这样 他总是能够在一些人迹罕至的地方 了解到常人不知道的情况 徐侠克除了要攀登峭壁 忍饥挨饿 有的时候还会遇到强盗 很多时候真的称得上是九死一生 但到晚上 他总会坚持做一件事 这就是点起斗大的油灯 把当天的事情全都记录下来 如果没有油灯呢 他就点燃枯草来照明 正因为这样 他的很多见闻才留到今天 成为了珍贵的旅行资料 所以啊 徐侠克才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旅行家 而是称得上游胜 他甚至成为探险旅游的符号 后世很多人都纷纷效仿 在20世纪30年代 西南联大师生就曾组织过 乡前滇旅行团 在湖南 贵州 云南一带 长途跋涉3500里 出发前 有人带上徐侠克游记 一边对照着书中的文字 一边赶路 民间有位地质学家叫丁文江 他把徐侠克和张谦 玄奘 耶律储才做了个比较 汉代的张谦 曾背负着外交使命 深入西域 唐代的玄奘 为了寻求佛法前往南亚 金墨原处的耶律储才 为成吉思汗 贡献了西征大吉 把蒙古的版图 扩展到了亚洲大陆的深处 但在丁文江看来 他们都不如徐侠克 因为那三个人 不是公为皇帝 就是公为佛爷 而侠克是纯粹的为了知识 而这些知识中 最重要的就是 地理学方面的知识 我们来看 徐侠克的第二个身份 作为一位地理学家 徐侠克成年后的 大部分时间 都是在旅途中度过的 但他与别人不一样 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 他还要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 并且进行理性分析 甚至还写出很多 水平很高的专题性论文 湖南宁远的九夷山 有块巨大的三分石 为什么叫三分石呢 相传 河流经过这块三分石后 分为三只 一只流往广东 一只流往广西 还有一只 出九夷山后成为萧水 流往今天的湖南 为了确认这件事情的真实性 50岁那年 徐侠克来到了萧水的源头 爬上陡峭的山峰后 他想找点水喝 但是由于地势太高 这儿并没有水源 随后他想烧火做饭 又遭遇了大雨 滂沱雨水 叫得他连伞都打不开了 看到第二天 他忍受着饥饿继续赶路 后来终于赶到了 巨石分水的地方 他历经跋涉后发现 原来人们相传的说法是错误的 三分石分出了若干条河流 但这些河流 基本都汇入湖南的湘江 并没有支流流往广东和广西 而且他还看到 三分石南面 有一条东西横流的河 这条河是湖南和广东广西的分界线 所以不可能有河流 从北向南 从湖南流入广东广西的地界 徐侠克不止关注水道 他还时常留心地形和地质的问题 一次 他从江西赶往湖南 他发现沿途的地貌 有显著的变化 这儿的山虽然不高 但是形状奇特 有的地方形成圆环 门道 甚至是洞岩的形状 而且山体的石头质地很粗 颜色发红 看起来毫无润泽的感觉 徐侠克描述的 其实是分布在江西湖南的红色岩系 大致成应是这样的 叶岩的质地相对柔软 在更坚硬的利岩沙岩的作用下 叶岩被侵蚀剥落 因此形成了徐侠克所看透的地貌 徐侠克还在书中记录了火山喷发事件 一次他来到了云南腾冲的大鹰山 听当地人讲 三十年前山上原本密林遍布 并且有四个生滩 但是生滩常常发出响声 并且伴随着气体喷出 人们并不知道这事怎么回事 所以都不敢靠近 一次啊 生滩忽然发出巨响 好几个牧羊人 以及五六百只羊当场被炸死 随后山上连着起了几天的大火 树林也被烧光 生滩也变成了陆地 徐侠克虽然没有亲身经历那次火山喷发 但是他去试发地进行了实地考察 他看到这里的石头都是褶红色 质地轻浮 形状像风房 虽然巨大 但是重量很小 用两个手指就可以拿起了 奇怪的是 这些石头的质地又很坚硬 徐侠克看到的 其实就是火山喷发后 火山灰凝结成的浮石 除了山水之外 徐侠克甚至还解释了一些自然规律 比如在流水侵蚀这个问题上 他拿福建的九龙江和剑西进行了对比 这两条河发源地的高度都差不多 但是距海洋的距离相差很大 导致河床坡度也有显著的差异 所以他就提出 流程越短 水流越急 对河床造成的侵蚀也就越严重 在徐侠克的地理考察中 有一样不得不提 这就是他对石灰岩融石地貌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 喀斯特地貌的观察技术 我国西南地区分布着面积广大的 喀斯特地貌 不仅在我国很出名 在全世界各地也是少有的 而徐侠克游记 就是技术这一地区 分量最大 也是最详尽的著作 徐侠克从湖南的衡阳 沿着湘江来到了齐阳 齐阳靠近湖南和广西交界地带 从这里起 一直到云南东部 分布着许多厚层石灰岩 刚入齐阳境内 石头颜色还很润泽 过了齐阳后 突兀的山石逐渐鲜明起来 到了广西的桂林 就可以看到非常奇特的景色 静静的水面中 倒叉着许多的山峰 就像是青莲出水 在旅途中 他格外关注石灰岩溶洞 只要遇到岩洞 他就会想尽办法冒着各种危险 渗入到洞穴内部进行调查 一次 他来到了湖南查林的麻叶洞 这是个很大很深的洞 有人告诉他 这个洞是神龙折居的地方 不仅很难进 而且没人敢进 徐侠克听到之后 不仅不怕 反而十分高兴 到了麻叶洞口 当地人只肯给他火炬 但是没有人敢做向导 后来他好不容易高架 雇到一个人 那个人一边脱衣服进洞 一边问徐侠克 你是不是会使用法术 徐侠克说 我不会啊 那个人立刻惊慌起来 他说 我以为你是一个大师 所以才壮着胆子给你做向的 你连法术都不会 难道是要让我给你陪葬吗 没办法 徐侠克最后 只能把行李寄放在前村 叫仆人和他一起下洞 听到这个消息 村里跑来好几十个人 围在洞口看热闹 徐侠克在洞内 详细观察了很久 才爬了出来 他发现洞口又多了几十个人 人们看到他安全返回 纷纷行李 惊奇地说 我们看你一去不返 以为一定是遇害了 徐侠克一边答谢大家 关心自己 一边心里犯嘀咕 这么好的一个洞 为什么人们这样害怕呢 你看 徐侠克就是这样 坚定勇敢地对自然现象 进行科学观察和探索 有人对他写的邮寄做了统计 徐侠克竟然考察记录了 61种地貌类型 24种水体类型 170多种冻植物 1259座名山 540多个岩洞溶洞 其中 他深入考察过100多个洞穴 考察的时候 他不仅对洞的形状大小深浅 以及变化驱使格外注意 而且很多大规模的岩洞 他都要反复深入观测 直到彻底了解岩洞内部的 复杂结构位置 徐侠克对石灰岩地貌的考察研究 发生在近400年前 经过后来 现代科学的实地勘测证明 徐侠克有关洞穴结构 和形态特征的技术 几乎都是正确的 真实的 即使放在全世界来说 这也是一项首创性工作 作者推测 徐侠克有关石灰岩地貌的考察 要比西方早100多年 除了在地理学方面的价值 徐侠克游记 在社会生态 文化古迹 民风民俗 以及宗教士族方面 都有详细的技术 因此 徐侠克无愧于是中国历史上 最伟大的地理学家之一 今天讲徐侠克 你可能觉得他是个个案 无论是游历山河 还是搞地理学研究 都跟中国古代 重视儒家经典 参加科考 争取做官的主流 格格不入 其实 在徐侠克所处的时代 并不缺少像他这样的人 很多人都在关注和推动 科学技术的发展 徐侠克是明朝后期的 地理学家 旅行家 与他同一年出生的 还有一位科学家 叫宋颖兴 他编写出 古代中国最重要的百科全书 天宫开悟 关于宋颖兴的故事 你可以去听听 每天听本书解读的 公开万物 除了与徐侠克同年出生的 宋颖兴 明朝中后期 涌现出很多 在科学技术领域成果 着著的人 比如 著名的医药学家 李时珍 他比徐侠克 年长69岁 著名数学家 中国珠蒜鼻祖 程大卫 比徐侠克 年长54岁 还有一位叫方以智的科学家 他比徐侠克小24岁 他总结了明代以前 物理 化学 生物 医药 哲学 艺术等作品 编转出12卷的 物理小时 那个时代 甚至出现一些 让今天的人 听了非常诧异的技术 一位叫王征的技术专家 他运用机械原理 发明了所谓的自行车 自行车这个词 最早就出自他所著的 《新制珠器图说》艺术中 明代光学仪器制造家 孙云球 还用两片透镜 制作了简易的 显微镜 放大镜 等十几种光学仪器 并写出 镜矢一书 军事技术方面的成就 就非常多了 比如 当时的人们制造出一种武器 叫 灶铜火冲 这是一种 滑塘式的火枪 还有一件武器 听起来非常霸气 它叫 火龙出水 这是一种二级火箭炮 明朝军队 凭借这种武器 击沉过多艘日本军舰 那琢磨这些事情的人 是不是都是一些 不务正业的普通人呢 其实并不是 明朝宗室 朱仔玉 在世界上首次正确地提出了 十二平均率 也就是 将一个八度平均分成十二等份 可以大致对应 现在钢琴 一个八度里的 十二个黑白琴剑 另外 著名将领七级光 发明了 自泛钢轮火 有点像后来的地雷 还有 著名的科学家 徐光启 他在天文 数学 水利 农学 军事学 甚至东西方 科技交流方面 都有很高的成就 但是 他的本职 是官员 他甚至做到了 礼部上书 兼文渊阁大学士 你看 徐霞克 并不是一个 孤独的行政 为什么在明朝后期 应用科学技术 有那么明显的发展呢 著名历史地理研究专家 周振赫指出 其实在明朝末年 一股新的风潮 正在兴起 士大夫阶层中的一些人 开始从空谈性力 转入京式物识 崇尚实学的思潮 逐渐形成 那什么是实学呢 简单讲 实学就是能够解决 实际问题的学问 其实实学在不同时代 有不同的含义 即使在同一历史时期 因学派相议 具体的解释呢 也会有差别 但实学 始终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就是强调 主张关切现实问题 并寻找解决方案 学术不应该空泛无用 而要有益于治国理政 从而达到 精实致用的目的 在这种实学思潮的影响下 很多像 徐霞克 宋颖兴兴这样的人 开始以解决问题为导向 推动科学的发展 甚至呢 开创出一些新的学科 而在地理学领域 也不只有徐霞克一个人 明朝末年 有很多人在拥抱大好河山 徐霞克 只不过是那群旅行家 群体中的佼佼者 那为什么实学 在这个时期 产生了如此强大的影响力呢 这里有很多原因 比如 社会生产需求 促使人们改进生产技术 为了抵抗变化 人们需要不断提升军事水平 还有科举考试的竞争压力增大 很多优秀的读书人 多次落榜 最后呢 就只能投身于自己喜爱的事业 但还有一点值得为人注意 以前 人们常说 明朝初年正和下西洋之后 中国就逐渐与外部断绝了联系 甚至进入闭关锁国的状态 其实啊 中外交往 反倒是在明朝末年 出现了一个小高潮 明朝末期 许多耶稣会传教士来到中国 他们在传播教义的时候 也会带来西方的科学技术 中国人就把这些知识称作是西学 随着西学传入 一些知识分子意识到 西方学问中有不少优于中国的地方 很值得学习 在这个外力的作用下 明代科学技术进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 一些士大夫甚至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 或者是著作来介绍西学 比如我们前面说的徐光琪就曾与立马斗合议了几何原本 只可惜 这并没有能够改变明朝人的知识观 他们认为西学大多是一些奇迹银巧 总体上还是我们中国的知识体系更胜一筹 所以 人们常常关注的只是天文立法测绘这些内容 西学对于中国学术本身造成的影响并不大 也没有直接影响到社会生产方面 最后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角 徐霞克 在古代 很多游历在外的人 由于交通不便 常常会客死他乡 按理说 像徐霞克这种漂泊异乡的人 很有可能在途中 因为生病或者意外而死亡 但徐霞克 最终是在他的家乡去世的 从他结束最后一次旅行 到去世只有短短的半年 临终前 他的病塔旁边摆着一块奇怪的石头 其实 这并不是怪石 而是岩石标本 它是徐霞克未尽之至的一个标志 它的意义 当时的人并不能理解 而他死后 下一代人 也没能沿着徐霞克开启的科学世界 继续拓展 但不可否认的是 徐霞克 是我国历史上 甚至是世界历史上 地质学这门学科最初的复华者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